为了宣传自己即将正式出版的回忆录,备胎内容已经被泄露得差不多了,哈里王子近日接连接受了三个采访。 当地时间1月8日,在持续60分钟的《Harry the Interview》节目中,这位前英王室高级成员不仅对凶嫂发起了又一轮更猛烈的攻击,也再一次把战火烧到了继母卡米拉王后的身上。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哈里透露,威廉王子和凯特,米德尔顿之所以不喜欢梅根,是因为他们对他美国女演员,离过婚,双种族的刻板印象。 苏塞克斯公爵告诉节目主持人汤姆·布拉德,他们从来不希望我和这样一个人交往。 你知道的,梅根,她有很成功的事业,因为威廉和凯特对梅根的刻板印象,部分地影响了其他王室成员,因此,他们并不欢迎梅根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梅根的事业有多成功,至少她在嫁入王室之前,很多网友和王室粉丝,是不认识这位美国十八线女演员的。 好吧,在哈里眼里,威廉和凯特就是这么不希望她过得好,更嫉妒梅根的优秀。 在回忆录中,哈里也透露,自己的国王父亲查尔斯三世也嫉妒梅根。 因为戴安娜王妃的突然离世,卡米拉介入父母的婚姻,王室对梅根的不欢迎,在家之前在奥普拉、温芙瑞合作的心理纪录片中关于楚门的事件。 生活在王室就像生活在动物园里被围观的言论,这种种迹象都表明,哈里对王室的一切都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对他的父亲、继母和凶嫂也都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于是,主持人汤姆就问了哈里一个让无数王室粉丝都很关心的敏感问题,为什么他们不,主动,放弃他们的王室头衔呢? 估计很多人也都想知道,既然你都这样厌恶了,为什么还牢牢地抓着王室头衔不放呢? 当初退出王室时,苏塞克斯公爵夫妇与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达成协议,同意不会,主动,使用他们的头衔。 然而,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哈里和梅根无数次地用公爵和公爵夫人的身份谋取利益,招摇撞骗,前美国女演员甚至还曾以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身份直接给多位美国Senator打电话虚张声势。 因为两人厚颜无耻的行为和无所顾忌的言论,英国民众已经发起过太多次要求剥夺两人头衔的倡议。 2020年3月,在接受奥普拉访问后,王室高级助手蒂恩次联合呼吁哈里和梅根,主动放弃他们的苏塞克斯公爵和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头衔。 当时,一位高级侍臣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既然他们那么不喜欢王室,那么他们就不应该攥着头衔不放。 他们不是应该只做哈里和梅根吗?如果他们拒绝这么做,那么请他们给出让人信服的原因。 自那以后,要求哈里和梅根放弃头衔的呼声以及呼吁已故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和查尔斯三世剥夺两人头衔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他们的网飞纪录片《哈里与梅根》播出后,王室传记作家罗伯特·乔布森表示, 考虑到哈里和他妻子都这么不喜欢君主制,是时候认真考虑收回他们的头衔了。 毕竟,当初授予他们头衔,是出于对他们为王室和国家服务的考虑。 如果继续让他们拥有头衔,这是对这项荣誉的亵渎。 而近几日,随着哈里最新的回忆录内容的持续泄密,要求剥夺两人头衔的呼声达到了空前的高。 周日,太阳报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3%的人认为应该剥夺哈里和梅根的头衔。 另一项由每日邮报做的调查显示,98%的人认为应该剥夺两人的头衔。 然而,要真正剥夺哈里和梅根的头衔,在流程上却很繁琐冗长。 不过,据悉,英国的NP们对于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将痛苦利益化这件事非常恼火, 他们已经在着手制定降低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地位的条文。 此前,查尔斯也曾经采取过一系列措施弱化哈里未来在王室的权利。 在昨天的节目中,尽管哈里颠三倒四地痛斥着对家人的不满和对王室的厌恶, 但当主持人汤姆问到这个敏感又热门的问题时,哈里的回答实在让人无语。 这位前王室成员暗示,他和梅根绝不会放弃头衔。 哈里当时的回答是,放弃和不放弃,那又有什么不同? 再次试图以混淆视听的方式回避了主持人的问题。 每个人都知道,这当然会有不同。 如果没有这个头衔,谁认识你哈里和梅根? 每日邮报,形容哈里的回答太厚颜无耻,让人恶心。 虽然不能直接剥夺哈里和梅根的头衔, 但查尔斯三世这个老头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至少在对待哈里和梅根的问题上,查尔斯这老头很让人佩服。 除了非常高明的边缘化,两人在王室的地位, 这个老谋深算的老头还紧紧地攥着哈里和梅根一双儿女的头衔不放。 按照王室的相关规定,作为国王的孙子、孙女, 阿琪和莉莉贝特有权自动获得殿下地位和王子公主的头衔。 然而,如今查尔斯都继承王位四个月了, 阿琪和莉莉贝特的头衔问题还是悬而未决。 这是最让哈里和梅根内伤的事情。 据悉,在女王刚刚去世没几天,国葬还没举行呢, 哈里和梅根就追着查尔斯要说法,因此老人家感到非常心寒。 消息人士透露,查三之所以在这件事上采取了托字诀, 就是要看看哈里和梅根后续的表现。 尤其是看看他们在网飞纪录片和回忆录中的爆料内容。 如今,老国王再次亲眼见证了小儿子对自己和家人的滔滔恨意。 想来,查尔斯也不会再有更多犹豫了。 而另外,随着这两天更多书中内容的泄露, 网友们直呼好家伙, 哈里在回忆录里数次提到限制级内容, 自己暴露一些根本没必要, 也没人想知道的私生活细节。 有些网友说她是自恋狂, 有些人说她是想哄想疯了。 哈里在书中提到, 在她和梅根恋爱初期, 因为知道梅根是女演员, 就去网上搜索她的名字, 然后就开始搜梅根在影视剧中的大尺度镜头。 我亲眼目睹了她和一个男人在类似办公室或者会议室的地方大站, 我可不想看到这种东西。 哈里承认自己首见去搜关键词是个错误, 还说她看完这些画面之后大脑当机, 顿时感到非常后悔, 希望自己从没看过这些。 还开玩笑说自己可能需要用被电击疗法刺激一下才能忘掉这些画面。 根据外媒的整理, 哈里提到的镜头应该是梅根的成名作《金庄律师》里面她和男主角的一段戏。 咱就是说不想看为啥还去搜, 再说现在把这种事说出来, 对梅根也挺不尊重的。 毕竟她提过很多次不希望人们关注她的外貌, 而是在意她的智慧, 而在回忆录里谈论这些话题的哈里也挺掉价的。 网友辣平, 太尴尬了。 这种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才会说出来的私事, 不该从王室成员嘴里说出来。 她说出这些后会显得很不靠谱并失去尊严, 真是可悲。 另外, 哈里结婚前的生活相当混乱, 大家都知道, 据一名王室工作人员透露, 她曾在年轻时挑衅威廉说, 我不会继承王位, 所以我能做你所有不能做的事。 这些事大概就是裸体派对, 酗酒和嗑药了。 哈里在书中承认自己服用过迷幻蘑菇, 在我国属于违禁品, 请大家千万不要尝试, 还分享了吃完蘑菇后的恐怖反应。 她说自己产生幻觉, 打开垃圾桶看到一个人头冲她笑, 然后马桶也变成了人头。 哈里还承认自己尝试过违禁品。 王室工作人员在女王黄金喜年庆典前, 曾询问她是否吸食, 她谎称自己没有。 然后哈里为自己吸违禁品的事情找借口, 说自己当时只是一个17岁的孩子, 并不是因为有瘾才吸的, 而是想尝试一些破坏秩序的事, 让自己显得很特别。 吸食为禁品还能找出这么清新脱俗的理由也是无语, 如果不是因为她是王室成员, 不会为吸为禁品流落街头或失业, 她还会这么轻描淡写地描述吗? 希望哈里的这本书里不全是这些让人看不下去的内容, 毕竟现在这些就已经很让人难以消化了。 也许通过这本书哈里的确能以自己的视角, 把她和梅根离开王室的前因后果讲清楚, 也许的确能揭开英国王室更深层的黑暗面, 但现在来看, 哈里怕不是沙迪八百, 自损一千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